有人跟我说他想知道为什么我打结 这个时候在那里蹲 这个时候又在这里蹲 然后甚至有时候还知道这里 谁谁谁谁谁谁会从这里过来 所以今天发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视频 让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去蹲别人的 看样子这把应该是个顺风开局的 因为这中路一些我都没想过我能拿到 注意好这东西肯定是要闪现的 嗯我也闪 然后就开始重点来了 等下对面打野肯定知道他的野区被反了 所以这种时候要稍微提防一下他会不会来 比如像现在我们家打野回去打红buff了 但是对面的打野到现在都没动静 所以我猜他有极大的可能在打我们家的男buff 那么现在我作为一个才三级的打击 我能做的就是稍微骚扰他一下 然后二技能得留着 等队友来的时候再放 你看走不掉了吧 当你一个人打不死别人的时候 那么你关键的技能要等队友来了再交 然后我中路的兵线已经来了 而且还没有人帮我清线 但是我已经看到我们家上路打起来了 我如果不跟着去的话 他们即使二打二也不一定能打出优势 可是只要我一来 二打二可能打不过 但是前期三打二肯定打得过的 这个时候我还可以赖在线上不走 因为毕竟我帮了他这么大的忙 跟他吃线 他肯定不会说我的 有些兵线可以吃 有些兵线不可以吃 你要学会好把握这个分寸 接着看地图 那肯定是去下路了呀 这个时候我想的就是打不打得死 无所谓的 只要我能拖住他们 很好对面法师拉了我 但目前我还是个满状态 即使我没来了 没关系 我能撑住我能撑住我撑得住 诺迪恰好二技能一好定住 大哥别打了再打一下真死了 接着等我回家以后 中线我直接不管了 因为我感觉上路又要打起来 但是仔细一看又发现 对面好像又不打了 所以这里就可以绕红区 没有绕到那就去中路 中路法师估计是跑不掉了 法师有我的视野 他为什么不跑 因为他没有男女王的视野 他觉得我对他没威胁 你一定要学会多观察小地图 看好对面到底想干嘛 刚刚地图上我就看到了 中葵想我回走 那么来对面红区 这个打也可以先不管 可是这个中葵肯定是能打死的 现在对面没辅助了 加上我们家对抗路 这个红buff肯定也是能拿的 没关系 定住 锁 不能打了 大哥别跳我 完了 对局势的判断出现的严重的失误 导致我们家好像又出事了 果然对面一个人没掉 但是我们家好像全没了 不过对面现在都是死血 他们可能会想着推一下中塔 直勾勾走过来 能收就是能收 收不了也没办法 哇塞 南buff那里有个中葵 大哥你没看到吗 哇塞 他好像真没看到 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 多看小地图的习惯 知道吧 那一个打也被个辅助给蹲的 别跑了 我大招马上 完了 不过啊 打出一个闪现也是不亏敌 现在既然知道女部没闪现了 那看一下能不能逮他 过来 见面先给一套 他要放大了 现在不要想着 把他大招打出来就走 因为他既然没大了 他敢守塔的话 肯定是能抓的 女部这个英雄很笨的 他走路不如我快的 我走路后面都带风的 你怎么走得过我 对面上路肯定是要来人的 可是我们家明月已经走了 我一个人蹲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现在还蹲不死人 可是只要我跟着队友走 我能补伤害 又能补控制 对面是很烦的 不走 我们家有夹子 这个塔能推 不过夹子哥应该要应用牺牲的 但是辅助换辅助 肯定不亏的 接着拉个丑陋的三指 看一下哪里会打起来 很简单 现在地图上能抓的 只有女部哥一个 不急 瞧咪咪进来 女部是有个大的 所以得先把他大招给骗出来 我来了 走 大家没了 骗大就是这么容易 定住闪现 骗了你两个大 这种时候不要有负罪感 直接投影不回的往前走 因为没技能的 打你就是个超级兵 记住了 然后等到技能差不多的时候 默默的定住 往前走 收了一个射手 很好 走了 这里还有一个 夹子哥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你在那里 回头不打了 把这个人头给我们家射手 接着我是来中路听的 拨冰线的 然后再往上路走 不用想 我们家射手压这么深 对面肯定会来找他 直接上来打一套 女部是有大招的 打完 头也不回 往后撤 当你玩打几 而且还没有技能的时候 头也不回 往后走 不要有负罪感 明白吧 有技能就往后甩 甩完就走 没办法了 你死了不管我的事 射手 拜拜 接着到了我们中路 推塔的时候了 推塔的时候 要小心中奎的钩子 所以先不往前走 不要想这中奎 可能勾不准 要知道君子 不利于威强之下 你看中奎 一钩子放完 我不就往前走呢 二技能马上就要好了 所以还能打 哎 哎呦 大哥 我往后走 定住我 大哥们救我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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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双枪老太婆 你给我等着 来帮我们家明月 反蹲一下 看样子 估计也蹲不到了 这回 因为我这丑陋的三只一拉 我发现对面的人 好像都在下落 不急不急 能见 你看好 看好中路对面 那个打野 想干嘛 哎 他要来红区 这里 南京王去打了 加上南京王的技能 我们俩肯定是打得死他的 哦 接着看地图 对面没了两个 我们家明月 应该是能够跑掉的 然后对面 可能还会来追 追的时候 我放一套技能 这女布 你哪来那么多大 闪现走 别急啊 我现在不能回头 因为我现在没技能 夹子个怕是要没 可是我有二技能 我想在这里蹲一下 但是对面 把这只眼睛给踩了 那这样的话 没办法了 蹲不了了 我走了 我后面来那个钟馗 什么意思 我先不说 我要是真想跑 你能不能追上我 但是你追上来 什么意思 就这样 什么时候在哪里多 什么时候你要猜一下 对面到底想去干嘛 很容易猜中的 其实你只要大概十次里面 能够猜中五次 对面到底在哪里就行了 只是这把对面运气 似乎有点不太好 每次都被我猜中的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说清楚啊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说清楚 你们也听得懂吧 我说明了 我们就会做的